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风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咱们的UFC游戏地上超级精彩的对决 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对手是来自秘鲁的一位超级拳王 这个选手呢 他也是美国总统的一个贴身女保镖 今天他也是来到了我们的比赛现场和我们UFC超级冠军张伟丽 也是我们来自中国河北的中国拳王进行一个PK 今天我们张伟丽要和这个美国总统的贴身保镖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这边美国总统的保镖已经是成功的战场台前了 我们这边灯光一转 欢迎张伟丽出场 张伟丽非常霸气的出场 今天也是非常的精神 来自中国河北 我们的中国拳王 这边接受一个裁判检查 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上台了 张伟丽接受裁判的一个检查 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上台 我们这边上台的话就准备开始今天的比赛了 张伟丽今天也是感觉有所准备啊 这边的话张伟丽是5.4英尺啊 这个保镖是5.5英尺 双方各差10磅啊 115磅 125磅 我们先我们这个主持人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比赛现场啊 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牌的主持人 今天也是因为这场重量级的比赛来到了咱们的赛场 给我们进行一个主持 这边是我们的光头裁判啊 都是我们熟悉的面孔 后面的话是张伟丽的团队的一些人啊 在后面进行一个观战 现场的群众也是非常的热情啊 再给予双方选手一个掌声还有呐喊 It's time 主持人告诉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准备开打这场比赛 这个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个搏击赛 5.5英尺 125磅 她的战绩是19胜三负啊 这个保镖的伸手也是很可以啊 19胜三负 这个胜率还是很高的 这边是我们的张伟丽啊 中国河北拳王 也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拳王 21胜 一负 这个真是豪华的战绩啊 来自我们的中国河北 21胜 一负 这个胜率太恐怖了 我真的说 这边关于张伟丽的介绍也是一大长串啊 因为她的荣誉实在太多了 我们这个主持人疯狂的在讲解 观众非常的高兴啊 今天能看到这场精彩的比赛 这边是我们的观众裁判 进行一个裁判 进行一个规则的讲解 还有注意事项啊 什么要注意东西 哎呦 这个美国才 美国这个保镖 他没有礼貌啊 非常的没有礼貌 直接就禁止走开了 这边张伟丽是有一个 比赛之前的碰拳呢 在咱们比赛之前呢 一般都是会有一个碰拳的仪式 表达一个对手的尊重啊 但是这个 保镖 哎呦 还 还使出了一个手指枪的嘲讽 标志啊 这边张伟丽 开局一记附贴 两发冲拳 非常的漂亮 一定要给他颜色瞧瞧啊 开局这么的不尊重选手 张伟丽一记肘踢 漂亮啊 这边一记肘踢 再加一个右侧腿 非常的漂亮 这边双方拨打在一起 两发勾拳 很激烈 对着张伟丽一个 副踢 张伟丽正错开来 一个冲拳 一个左次拳 右次拳 防守一记右边腿 非常的漂亮 张伟丽 但是现在有点亮亮亮亮亮亮了 双方已经熬斩了取久 这边张伟丽一个冲拳 被挡住 一个左边腿 漂亮 把这个 仙妮扣啊 给他堵在了墙边 这个选手叫仙妮扣 哎呦 一拳打倒了张伟丽 但是张伟丽还是站起来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双方的状态都是在一瞬之间 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的 张伟丽这边爆撞 一 两发西顶啊 现在就完全靠双方的意志在战斗了 比赛的取久 这边一个回旋贴 张伟丽 亮亮亮的往前走 爆撞 顶到墙边 怎么说 一个反爆 这边 没有进行攻击啊 张伟丽也是一个奋力抵抗 漂亮 一个走机 直接打倒在地 这边跟上一拳 两拳 两发爆裂拳 张伟丽 带走了美国的保镖 非常漂亮 在一瞬之间 他结束了这场比赛 拿到了咱们的 冠军联赛 非常漂亮 张伟丽 在开局之前呢 这个选手啊 非常的不尊重我们的张伟丽 我们这边主动的和他碰拳 啊 他不碰拳 直接回身就走了 而且还在那个比赛开始之前 做了一个手指枪的击鼻动作 是一个嘲讽人的动作啊 非常的不尊重我们的选手 这边很漂亮啊 这边是一个左四拳 张伟丽直接打倒在地之后 这边可以看到啊 这个选手还是 还有意识的在挣扎 但是这个时候张伟丽选择什么 他两 两发爆裂拳 啊 两发右次拳 直接给他打倒在地 他就站不起来了 直接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恭喜张伟丽 非常解气啊 这场比赛 打得很漂亮 这个就是不尊重人的下场啊 要现有武德 对吧 恭喜张伟丽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非常的精彩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赞 或者点个收藏 点个关注啊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